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奴隶进入的 奴隶的人就得着了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原文可以直接翻译成 从施洗约翰传讲真道开始到今天 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奴隶 希腊原文原本的意思是 驱策用武力压倒击败 热切的压迫向前冲入扑向 向着目标猛烈的移动 被热切寻求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的本意我们可以了解到 奴隶进入是指要有一股极大的冲劲 驱策着人用武力压倒击败敌人后 又继续的压迫敌人 势不顾一切的猛烈的向目标冲入 奴隶的人就得着了 得着了原文是野兽般的攫取 用武力的夺取热切的截取 突然的抢以抢逼 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原文把这一节翻译成 从施洗约翰传讲真道开始到今天 天国是以猛烈夺取的 以猛烈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 这一节的意思并不是指着得救的问题 因为你们得救是本护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若得救是要加上行为 就不是真理了 但是我们得救后还要追求做得胜者 这就需要热切的奋力的去追求了